2018年9月5日,武汉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,展开了一场巅峰对决,由U14国足主场迎战,U14马来西亚队,上半场U14国足一度1比0领先对手。 只可惜马来西亚队后发之人,连贯U14国足三球,最终U14国足一比三不敌对手,U14国足下一个对手将会是顺利强大的韩国队,以目前国小队的状态来看,下一轮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 5年前,国足一比5惨败泰国队,范志义一起之下录制中国足球,中国足球现在是什么水平,输给泰国脸都不要了,泰国队输完了以后输越南,再输缅甸,接下来就没人输了。 在昨晚的惨败过后,许多国足球迷再次想起了范志义的这句话,马来西亚都敢输,真是脸都不要了,U23国足已经被越南超越了,以后国足输马来西亚都是正常的,就怕会输给缅甸了。 范大家军的话正在一步步应验,再过段时间,估计我们连尼泊尔,孟加拉都提不过了。